是公文社会科学的 所以一到我们工科学校来 就深化一种敬畏感 因为一说什么的我都不懂 所以我想我讲一个什么话题呢 在我们秦书记跟我讨论的时候呢 那我决定抱一种沟通的态度 来讨论一下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 与人文关怀作为两种话语 怎么样来建构一个现代文化 所以这个主题呢 一方面跟各位有关 另一方面呢 跟我自己的专业也有关 但是由于这个话题所表现出来的 两种分离的傲慢 可能有的时候呢 我会自我伤害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伤害大家 因为当说到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 为什么做工匠是天下一流 而做科学原理概括 却非常糟糕 可能对大家的自尊心有所伤害 当说到像我这样学 人文社会科学的人 完全就是科忙 建造一个最简单的现代设备 也会有一种发狂的惊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会自我贬低一下 自我嘲弄一下 但是整个说来呢 我们都将围绕着 如何建构现代文化 而使得科学和技术的话语 能与我们的人文关怀 能够切近起来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那这个话题呢 我会把它切成三个具体的问题 来加以比较具体的分析 第一个话题呢 我会讲一下 两种话语产生的鸿沟 就相互敌似的科技发展 与人文关怀 大家互相看不起 我们会分析一下 这个看不起的原因在哪里 第二个呢 我们会分析一下呢 科技发展和人文关怀 它的相关性和切近性 究竟在哪里 无论你学人文社会科学 或者研究人文社会科学 还是你学习或者研究科学和技术 学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 和人文学科的学生和学者的 科学技术的基础 为什么必须要相互打通 这里当然就牵涉到 我们教育制度安排的一些弊病 导致的我们学科学技术的人的人文残废 和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科技缺陷 这对我们中国的科技发展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析解释 都十分不利 为什么今年这个中国的科技水平继续下滑 我们已经排到将近六四位了在全世界 一方面我们在感叹我们作为世界工厂的能力在崛起 都是三来一捕 我们有死不完的劳动力 但是呢 我们的知识产权 出一种非常令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人尴尬的状态 我们自有知识产权 与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国家 十分的不相称 而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在重要的转轨时期 如何可以一个强烈的人文关怀 而真正建立一个制度化的以人为本的社会 又没有得到尊重 所以这也可以理解 学科学技术的留学生 为什么在美国的是百分之九十六 最后留在了美国 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谴责他们不爱国了 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制度出了问题 所以导致的这一系列毛病 确实都有问题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就会分析一下 假设我们要期待科技发展和人文关怀 有一个相互切尽的关系 我们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科技发展和人文关怀 所造成的巨大的混沟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呢 就是近期 吸引我们眼球 在网络上点击率很高的一条消息 就是杨振林和翁帆的婚姻 当然我们关注的不是这场婚姻了 因为这场婚姻是杨振林和翁帆个人的私人生活 如果我们把一个公共话题换成一个私人生活来关注呢 那我们就叫做低级趣味 相信我们大学以上的我们不至于把杨振林和翁帆的婚姻本身当作一个热切关注的话题 而我们要关注的是作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杨振林 为什么后来变成了一个混混 杨振林是个混混 也许这个时候大家感到很愤怒 但是你一个中山大学的普通教授 你居然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碰盘 你凭什么 我说我就凭我 对杨振林自身人文关怀的不够在三十几岁或者诺贝尔奖之后 而无能进一步拓展他的科学研究领域 也无能进一步加深他的科学研究深度 这一点来得到证明 三十几岁或者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 杨振林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份 来活动的 我最近专门有一篇文章来分析中国人的 或者华人社会的这样一个悲剧 就基本上以科学研究或者以技术发明杨振林立万之后 他的这样一个社会角色 他本身进入公共生活和公共事业的依据 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 从科学家到社会贤达 分析的对象当然还不是杨振林 分析的对象是我们更可爱的 成为我们国家树立的科学家典范的前学生 前学生后来也是个混混 因为到后来他根本无能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 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国家 把他拿来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科学家图标 成了这样的一个特殊人物 就国家的政策需要科学家出来 在做出说明说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时候 我们的前学生先生一定会挺身而出 哪怕再为难的事情 他都可以把它化解了 大家也许不知道 毛泽东1957年大明大方之后 1959年的大跃进 谈到的这个粮食猛产十万公斤 第一个跳出来为毛泽东粮食猛产十万公斤做论证的是谁 就是前学生 所以北京人文学家有很多朋友很不服气 因为科学专家和技术专家的声望 实在比我们这些靠一张嘴皮和几本图书吃饭的 人文社会科学家声望要高得多 拿的钱也要高得多 令我们嫉妒 所以一嫉妒呢 有的朋友就建议 应当把这些著名科学人劣迹 用一本书编出来 送给每一个著名科学家 让他们看到就脸红 确实科学家为什么在中国有这样的裂变 这是第一个裂变 是政治因素的裂变 第二个裂变就是利益因素的裂变 中国的科学家们提供了自由知识产权 独立发明和优秀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不客气的说都是比较低的 但是大家一看科学专家们和技术专家们坐在一起 来进行这样一种科技发明鉴定的时候 最起码也是全国领先 稍微客气点就变成国际领先 我们就感觉到很奇怪 既然我们的科技专家有这么厉害 动着一个成果就是国际领先 起码也是国际领先 为什么我们科技发明在世界的排位 从二十三位直落到六十位左右呢 原来才发现 是科学家们坐在一起吃晚饭 打宝格酒喝的醉醺醺的时候 乱写 根本就不可能是全国领先和国际领先 中国的科学家比较昧着良心说话和做事 这也是一个畸变 这是受到利益的诱导 市场林里来科学家们挣钱 很厉害啊 尤其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安排里头 对科学家的宠信 远远超过我们这种不愿意说好话的社会科学学者 科学家们始终能够提供生产力 而江总书一讲 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 所以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就变成第一生产力了 所以这样的意义上 历史他们呢 确确实是很难抵挡 他们所要面对的科学良心和技术良心 这是第二种裂变 第三种裂变的那就是能格裂变 科学家们本身要追求的科学真理 在科学思维和技术思维 这样一种思维特点下注定会有三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 精确性和客观性 在这一点上是我见到科学专家和技术专家就觉得我矮了一等的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就是主观性比较强 输情性比较强 坐在书宅里吃饱了饭 没事干 看着书 看着书一阵悬响 哗啦哗啦写出一篇文章来了 然后还具有社会反响 科学家们呢 他的精确性和客观性的获得 要依赖于客观的实验 研究长时期的积累和失措 才可能获得 这样一种普遍主义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 它是人类标准 是普世主义的标准 在这个里头 个人的情感是不重要的 个人绝对理性的面对客观世界 哪怕你就是研究模糊数学 混沌理论 也需要有非常强烈的理性主导 第二 一切科学研究需要人们 有面对地狱的 进入地狱之门的超把勇气 无爱无事无更爱真理 就是对科学家科学品德和科学人格的描述 我们如何可以 与一个社会政治意识形态 政党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 无关的来研究科学真理 来发明新的技术产品 这确确实实 是令人们尊敬科学家和技术专家 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也许大家都知道 古希腊著名科学家 阿基米德的故事 当罗马人打到他的实验室的时候 罗马人是很粗犯的 因为罗马人是骑马民主 骑马民主不尊重什么科学 只尊重什么叫锋利 那个刀锋很锋利 一下脑袋就劈下来了 所以罗马人当场就准备杀掉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强调 别忙别忙 我把这个实验做完了 你再杀我 这样一种精神 我们中国人很难有啊 是吧 将我开玩笑说的 日本人如果也打到骚关 我们广攻 力等成了空城 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都很狡猾 直到保命第一 所以这一点 还有面对地狱之门的勇气 是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的人格品质 理性精神 人格品质都是第一流的 我先对大家表示佩服 然后再做出批评 先拍马屁 后再狂一山一耳光 达到平衡 第三 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 本身要负责的 不仅是自己的人格良心 更重要的是对一个 未知世界奥秘的解释 因此 他不是面对已知世界 进行的知识重复 而是面对未知世界 进行的知识创造 因此在这一点上 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创新品质 非常关键 一个以负数知识 引以为傲慢的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教授 或者学者 应当感到羞耻 他说我们现在大学里 尤其是我们理工科大学里 以负数知识 而傲慢的人 还很多 虽然我们的学生也很欢迎他 他做一个大学教授 做一个学者的科学家与技术专家 你如果是能传播知识 而不能创造知识 意味着 你就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的本质要求 这一点上至于上海交通大学 不是使了一个副教授 讲师 教电工学的 我看网上学生热评 就这么好的老师 为什么就不能评教授呢 他教的电工学 简直本身就是经典 我那可以 他时会到技工学校去辅导 但不时会在上海交通大学教电工学 所以他只能做讲师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知识创新的能力 在知识创新上 他是个残废 在知识传播上 可能是个天才 但这样的人 对于一个大学教授来说 对于一个现代科学专家和技术专家来讲 他是残缺不全的 所以我们的同学 没有这样的理性精神 人格魅力和创新定位 老是一种 中国人很脆弱 善良而无能的道德同情心 在理解我们的社会 幼稚啊 下次同学们不要再这么幼稚了 鼓掌完了 我们就拍马屁告一段落 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三个基本品质要具备 是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 原因在于作为人来讲 一方面我们有我们的理性世界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 我们能够理性判断 我们能够理性思考 我们能够客观研究 但是任何一个人 都是情感的动物 我们在理性思考之外 我们有生命的冲动 我们有情感的需要 我们有愉悦性情的需要 但科学确确实实 很难使我们愉悦性情 而安顿人生 你想一想 曾经论人这样的大数学家 一辈子过得多郁闷了 他连爱都不会 哎呀 太令人遗憾了 这个只有党和国家 不给他配一个护士 他只知道啃了冷馒头之后 把床垫一掀开 进行数学算式演算 那么一个技术发明专家又如何呢 也许我们这一项技术发明可以的 但是像美国的ID森那样 进行一万多项技术发明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国人里头 很难发现 前中国人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副院长 李治福 在做工人的时候 有了一个技术发明 他就整了副院长来干 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太恶劣的 示范先例 搞一个发明 死一辈子 哎呀 所以爱迪生可以死一万辈子 爱迪生是终身发明专家 而李治福是发明了个泥状头 做一个工人是了不起 但是发明一次 我们很难终身坚持去发明 所以在情感召唤和人生安顿的面前 客观而理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 使我们对人生感觉到十分的枯燥发味 我们太容易转换我们的战场了 科学家们的聪明就在这里 科学家为什么容易成为社会贤打 就是因为做社会贤打太容易了 对吧 哪里需要我到哪里做一做 然后两片肌肉往上移送卖个笑脸 这个事情好啊好啊好啊 解决 那比起在实验室里 比起在发明的工作间里 那种十分枯燥无畏的发明创造和科学研究 显然它要来得轻而易举的多 正是因为如此 科学家们容易被火热的社会生活 和热切的公众反应所吸引 他们会走出实验室 走出他的发明工作间 原来才发现一走出来之后 这个世界是如此精彩 有那么多痴迷而淳朴的眼光盯着他们 他们有一种被崇拜起来的宠物感 而这样一种感觉 在他的实验室和工作间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这篇文章寄给我北京一个朋友看的时候 他说我不敢给你发表 因为你这个指向太清楚 这是仇视整个科学家 但是他说建议把这个题目改一个词 就更准确 叫从科学家到社会闲杂 就科学家本来是现代科学社会 一种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的专家群体 但一旦不研究 他就成了这个社会莫名其妙的一个人 你说我们现在听前学生的什么 哦他是个爱国科学家 哦他从美国回来很不容易 美国扣留着他一年才放他 然后回来发明了原子弹清淡 之后干啥呢 之后就是混混 之后的混混我们大家都不讲 形成一种默契 但实际上六十年代之后 前学生四十多年对社会没有任何科学家意义上的贡献 而且如果我们翻开前学生的每一页都记录着不是很光彩的事情 论证这个粮食蒙产十万公斤啊 然后只此科技大跃进啊 科技是不能大跃进的 我们现在科技大跃进 越大跃进我们越落后 对吧 他被脚踏实地 实施累进 逐渐推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意义上呢 一方面我们确实要对现代社会发展当中 科技发展在社会发展当中 最重大的作用 要予以高度的肯定 但是科学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稳定的社会角色 其定位和功能 我们却要给予一个最为严肃的分析和回答 科学家们因为政治的召唤 因为名利的召唤 因为自己人格的不健康 而产生了某种弱点 确实让研究科学 社会学的人文科学家表示轻蔑 比如像我这样的人 本来想到前学生的话 一下子骨头都发软 因为现在要我解个医院一次方程 我都不会解了 因为我在27年前高中就毕业了 是吧 1978年我进入大学 进了大学再学了一个学期数学 幸好那个时候管理不严格 我还找了个老乡来替考 得了98分 那之后整个数学就远流而去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说人文话语或者人文社会科学家 他们的状况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呢 情况也并不令人感到鼓舞 我们中国的人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 这是两类人啊 Homalities和Social Scientist 这是不一样的 人文学还是谈哲学 哲学主要谈人生安顿 主要谈文学 文学是使人他们慢抒情 主要谈历史 历史通过讲故事 实际显得人生很丰富多彩 这个叫做Homalities 而像我这样的人呢 叫做Social Scientist 但是我Scientist这个东西 我一想那心就有点胆寒 因为我计划不出曲线 也列不出图表 因为我是学哲学出身的 所以我是学人文出身 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自利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领域的问题 成为社会科学家 他们特别强调定量化的研究 特别强调模型化的研究 模式化的研究 现代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最发达的学科就是经济学 大家知道经济学基本上已经数学化了 我一看哪个经济学著作本来很有兴趣 比如说博弈论与社会发展 我马上抽出来看一下 哎呀全是数学 我除了认识一个Sigma 哎呀其他都不认识了 算了放回去 所以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如何借助于科学的能量 确确实是个重要问题 但人文社会科学面临要解释的问题就是 我们人生世界的结构和我们社会世界的结构 如何可能更理性 如何可能更完美 在这个意义上 人文社会科学家本来要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重建意识 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家也因为三个理由 而被科学家们所蔑视 像我每年参与我们中山大学的职称评审 因为我们到最后学校评委呢 都是文科医科理科评委在一起 哎呀那个理科医科评委一说话 我恨不得就钻到桌子下面去 你们这文科怎么那么厉害呢 一年就写十几篇文章 五年一评就写了七八十篇文章 我们这一辈子写七八篇那就了不得了 这你们怎么搞出来的 是不是在那蒙头一想下必如神 历整天千言就悦然纸上 我说也不是这么简单 文科生产产品要苦思冥想 有时候一个问题解释不了也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马上我们的科学家就吃这一笔 那是不可能的 你们来写出这么多文章 这边你们写文章是很容易的 你什么的痛苦 什么时候冥想 没有 所以请辞呈 马上对文科的教授要求特别严格 而且理工科的教授 我们发表的都是世界语言 你们发表的都是中国特色 搞得我们很萎靡 确实美国人也不看我写的文章 但是我要看美国人写的文章 所以理工科的教授 一科教授对我一蔑视了 我常常自己矮了半解 哎呀我这个科学的严肃性客观性可靠性都不够 这第一个理由 因为我们客观性不够 所以使我们的自信心下降 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的自信心是很强的 所以我看大家笑得都非常自信的 因为我笑得哈哈笑了是赶紧收住 不要笑过分了 这第一个理由 那么第二个理由呢 就人为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呢 比较容易屈从于权势 科学家们也许屈从于权势 但是他们还是借助于客观性和可靠性在说话 所以他说的有些羡慕的话都让你有种严肃感 哈哈 但是人为社会科学家一站出来说话呢 说的比较惨媚 哇 一副媚俗的样子 你说我们党搞一个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好啊 哎呦完了 打得一点 这么装重 三个代表好还没叫落一 胡锦涛还上来 先进性叫去了吗 手发一来 三个代表好啊 举起来 但先进性就是好啊 哈哈哈哈 哎呀 这样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家面对政治权势人物 真正的点穿人生的真谛 这里 真正的品贱风流人物 就做不到了 品贱风流人物呢 他要威严大义 不敢禀逼直书 哈哈 而要揭示人生真谛的时候呢 他要说些假话 明明人生就是在痛苦中实现快乐的 他一定要说人生追求的目标就是快乐 没有痛苦 哈哈 那你不知所措 是吧 一会儿给我们非常悲观的说法 一会儿给我们非常乐观的说法 让我们面对一个人文科学的时候 我们觉得他的知识累进 简直是天面来等于零 因为我们现在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时候 我们还要直接去看 与阿基米德差不多同时的亚历斯多德 但是我们研究科学 除非科学史排除啊 除非研究科学史 研究科学问题 我们完全不用去看阿基米德 我们已经把阿基米德当作一个story 一个故事我们来讲一讲 但是研究科学 我们的出发点 都是当下 人文社会一说就说到古代了 背点词 背点词 脉弄自己有学问 脉弄自己记忆力惊人 我过目不忘 这样一种知识脉弄 同样是政治上本来没有获得的尊业 更在知识上也获得不了尊业 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累进状态 比自己科学技术知识的累进状态来说 很少显示出 它那种层层递进 逐渐累积 这样的知识品格 它的知识品格 确实有直探源头 这样一种特点 如果你谈人文社会科学 你连亚里斯多德都不知道 你连孔子都不知道 大家马上对你辞职一笔 没学问 但这样一种要求 对于科学家们来讲 他觉得知识累进 既然已经到了这样的状态 我干嘛一定要去谈阿基米德呢 我干嘛一定要去谈欧极里德呢 我从当下科学发展的最新知识出发 难道不是我们推进知识和探求未知世界的 一种必要态度吗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所以科学家们认为 从理性选择上来说 人文社会科学是情感选择 从政治立场上来说 人文社会科学容易昧俗 从知识累积上来说 人文社会科学呢 总是只探源头 而没有一种当下态度 所以谈到人文社会科学 就是说你没有科学尊严 不会是在中国 科学家们对人文社会科学家们表示蔑视 注意这是低水平的蔑视 因为中国的科技水平也很低 人文科学水平更低 其实是在美国 比如可能大家知道 美国有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国际政治专家 国际政治理论学的一个大师级人物 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亨廷顿 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 被认为是解释二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所有国际冲突最重要的作品 因为他说明了政治冲突以后是经济冲突 经济冲突结束了之后 是什么冲突 文明之间的冲突 是在中东的战争 所以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抗的产物 管他三七二十一 人家这种解释理论 我们中国人尽管比较仇视 但人家是新的解释 而亨廷顿杨敏利万的著作 就是他解释后法现代化国家 如何有现代转变的一部重要著作 书名叫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 亨廷都为了表明 他研究的是Politic Science 政治科学 我们中国叫Politics 就政治学 他那么他研究的是政治科学 Politic Science 所以他这个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里头 写了非常多的数学问题 也有很多图表 甚至还有计算公式 并且他以这样一步度多要求加入美国科学院 做美国科学院的院士 美国科学院不像我们中国科院 中国科院也是很低水平的 是吧 美国院是一个荣誉的评价机制 就是你这个跨领域的国际性成就 那么你申请加入通过院外评审机制 然后你成为荣誉成员 他不是在这个机构里工作的 他不是一个实体单位 结果亨廷的一位号称是Scientist 因此呢 就把他这部著作送给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 一位教授来评审 结果这个教授 很认真啊 不要我们中国评教授也是胡来的 是吧 只看这个人手 玩他是个蠢货 先跟整个教授再说 是吧 那这个教授就很认真的 把他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里头的数学公式 拿来推倒一半 最有惊喜的发现 都是错的 所以说他居然坚决拒绝 同意亨廷顿成为美国科学院士 而往复三次 都不通过 所以亨廷顿声望这么高啊 到现在还不是美国科学院士 很郁闷的 所以其实在美国这样科学很发达 人文社会也很发达 科学家对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蔑视 也是一语言表啊 所以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呢 就是科学话语 技术话语 或者科技在突飞猛进发展当中形成的 基于客观性创新性和独特性而建立起来的一套话语系统 跟人文社会科学 基于情感性批评性主观性 所创造的一套话语 它确实是两种难以对话的话语系统 所以英国有一个著名科学家 后来有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著名学者 斯洛 不是写西行漫迹那个斯洛 是个学者斯洛 他写了一本书 名字叫两种文化 就有科技文化 也有什么呢 人文文化 科技文化 人文文化负责解释自然世界的奥秘和规律性的现象 人文文化负责解释社会领域和人自身的这样一种文化现象 这两个东西是不拿钢的 是有鸿沟的 但是斯洛本身期待着能够使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对话 但这种对话在某种意义上按广东话的说法 就是鸡筒鸭讲 因为人文学和社会科学 试图要能够达到严肃科学对话的水平 差太远了 你像我这个医院一直方生都不解的人 我要跑去跟科学家对话 那科学家就要余真降贵啊 然后就要特别强调 哎呦我不懂你这个 我很谦虚 但是你讲的我都明白啊 那科学家讲一通 不过类等晕菜 他讲一通完全搞不懂了 所以两种文化是否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所期待的一种文化 而只是把它变成两种话语 这是我们要第三方面才解决的问题 我们先把鸿沟一描述清楚 我们在第二个方面来谈一谈 科学技术文化话语 对 人文社会科学话语 他们为什么有必要进行对话 不说把鸿沟填平 至少在这个鸿沟上有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知乔 通达科学的笔案 也有个科学知乔通达人文的笔案 我们要提供一个说明理由来进行分析 为什么科学技术化语和人文化语要对话呢 这一点上我们回过头来 要对杨振铃先生做一个辩护 杨振铃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很沉痛的反省 为什么华人世界的科学家很少有超级大味 就很少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大科学家 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大科学家本身 又很少有站在第一线的突破科学研究范式的科学家 因为华人里头绝对出不了爱因斯坦 王国也出不了刘顿 他能够改写整个科学的整体结构 杨振铃的辩护是 因为华人 人文修养太差 哲学耕底太浅 大家知道现在建桥大学最流的 大学最高理聘的教授 Hawking 他写的 The short history of time 就是时间减死 是最重要的科普著作 而他所谈到的宇宙大爆炸理论 最复杂的天体物理学现象 而他何以能够写这么通俗的科学著作 那完全靠大的哲学素养 能够把最复杂的问题 清晰明白 而又简明而要的 呈现在我们科学的门外汉当中 这就是他的修养 而且也是他能够 对天体物理学这么宏观的问题 进行研究的哲学基础 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没有这样的关怀 你说前学生有什么哲学术 那就利等效的我们满地找牙 他后来特别发明什么思维科学 什么人体特异功能 前学生也知道 人体特异功能他也是个坏坏 什么耳朵失智之类的 就是他搞出来的 诋毁现代科学 中国的科学家是很奇怪的 反现代科学他们也是急先锋 因为东方这个神秘主义 没有用于科学研究 用于反科学表态 中国的大科学家们通常 对哲学表演 抱以侵略的态度 而这恰恰是一种无知 因为任何科学研究的最后的阶段 他一定要借助一个对整个宇宙和人生 有一种宏观说明以及解释的哲学 来作为他最雄厚的知识基础 因为在西方的知识结构里头 大家都知道 哲学被称为什么 知识的知识 智慧的智慧 哲学叫爱智自学 最后一切科学技术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都聚集在哲学之下 我们说如果现代知识是一株大树 这个根就是什么 就是哲学 尽管二十世纪中期以来 分析哲学 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的流行 使得西方人要抵抗形而上学的哲学 要打破这个知识之术的知识建构体系 但是 现代科学的发明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创制都证明 毫无疑问 所有的知识建构 如果你这样一个建构者缺乏深厚的哲学修养 你是没有一个宏大建构的能力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一堆破碎的知识 对吧 杨泽林当年跟李正道 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 为什么就不能进一步研究理论物理学呢 就是因为他自己反省 哲学修养严重不足 不知道从这个林善知识 如何再进入整体的其他部分 因此呢 三十多岁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 他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呢 华人科学家 在这一点上是可怜的 对吧 是可怜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一想我这个人文社会科学 在科学面前我没有多少尊严 但是一想到他们不能成为大科学家 我就有点恶意的快感 想到你最后也不砸地嘛 嘲笑我 但是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 在现代科学大厦面前 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一种建构了力 或穿透了力 或突破了力 难道我们不应该悲哀吗 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 我们的科学 糟糕啊 对吧 你看最近清华大学的校长顾冰凌 竟然送出于讲话 哎呦 那把中国科学家的脸在全世界面前 叭击 甩着粉碎啊 是吧 赠送礼物呢 他说是捐赠礼物 哎呀 科学家这么没有文化 简直是令人惊奇 是吧 那人家送礼物呢 他不说感谢 人家说感谢 这个科学人这么没教养 哈 最关键的 这个清华大学吧 这个理工科啊 就是我刚说的 对不起 现在要轻蔑一下大家 哈 这理工科没有文化 你不要装有文化 对吧 你就说你凶手诗写个凯书得了 凯书们大家都认识嘛 哈 你这个工学的教授 又没文化 还写个小砖 一念 哎呀 我估计顾米宁还背了好几次啊 一念 这个字还是不认识 怎么回事呢 玩得倒去的 所以顾米宁是 把中国科学家 在人文修养面前不足 而显示出来的窘迫姿态 淋漓尽致 暴露在我们的眼皮下面 杨泽尼尚且如此 旷顾米凌乎 所以在这样一个意义上 我们的科技文明 显然 可以说呢 确确实实 因人文修养的缺乏 哲学素养的低劣 没有一种 真正在科技上的伟大的 共察能力 现代科学文明 在整体上 与中国人无关 这是我们应该最担忧的事情 我们有一些直接的发明 像去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 就跟威利子研究有密切关系 这是七十年代 威利子研究一再获得 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 又一次因威利子研究 而宣起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高潮 我们有一位 专门出笑话的科学院院士 因为他一辈子都没有研究科学 他居然成了科学院院士 谁呢 合作修 到处打假的 其他自己就最假 他出来发表谈话 说了一通 诺贝尔物理学奖 又与我们中国科学家 擦肩而过 因为我们四十五年前就研究过这个题目 可惜没有坚持下来 你要问了什么 问着你 你凭什么 你不坚持下来呢 你就是科学研究的 洛夫 对不对 中国科学家都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哪里热闹 他就碰一下 碰完之后 他就不管了 所以这样的一种东西 他就缺乏对人生蒙重 执着目标的 坚韧的把握 这是中国科学家的人格缺陷 我们的科学家当国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共产党最信任的就是科学家 像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党是不太信任的 是吧 动作分析问题让他们感到不满 所以大学校长最奇怪的是 99%的大学校长都是理工科出身的 而美国99%的大学校长都是文科出身的 正好相反 所以我们大学办的这么差 因为你工作思维就只有一加一等元 他就能投注一块钱叫产出一块五 文科的想爱 投注一块钱还有风险投资 先扣除八毛风险投资 两毛钱 希望收入三毛钱很满意了 大学就需要这种试错的投资 而科学家在这方面是无能的 所以这是因为如此呢 我们反观国外的大科学家 你像爱因斯坦 大家看看爱因斯坦文起 爱因斯坦整个对物理学的突破 用相对论的物理学来解决 绝对的物理学就是流动力学的世界 就在于爱因斯坦一方面比较傻 他对科学痴迷到傻 是不是他福基啊 福基的故事是爱因斯坦还是他 应该是爱因斯坦吧 大家都不知道啊 我们公宣不讲科学史吗 是吧 小的时候这个看看机能复旦 是吧 他也一阵稀奇 就是爱因斯坦吧 爱因斯坦是吧 那像爱因斯坦这种啊 是吧 他发明家 不然爱因斯坦这种发明家 爱因斯坦小的时候学习很差的 就单于思考宇宙问题 对吧 这个爱因斯坦复旦也是 为什么这个母鸡蹲在那个蛋上面 蛋就成了鸡 为什么她蹲在那个蛋的上面 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傻得可爱啊 科学家叫这种傻劲 科学家太聪明就完蛋了 这里的聪明不是指着对自然世界的聪明 而是指对社会生活太聪明 中国的科学家对社会生活是非常聪明的 对吧 什么时候选择最低成本而得到最高收益 中国的科学家反应显然比我要敏锐的多 对吧 本来我是研究社会世界的嘛 我反应都没有那么敏感 虽然爱因斯坦这样的人 后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是一种突破 而对我们生活世界的解释也是一种突破 这种突破叫哲学的突破 而不是科学的突破 我们有科学的局部突破 但绝对上达不了哲学的领域 所以这个意义上呢 我们通过我们的悲剧和发达国家 科学家人文是个修养的证据 我们可以看到 没有人文修养的科学发展是悲哀的 对吧 所以我们的科学发展状态令人忧伤啊 你看爱因斯坦文集里头 有一半左右的作品是哲学作品 是吧 他要解释这个世界 要解释我们的人生 要解释我们的社会 他要干预这个社会正义 中国的科学家是不问社会正义的 这也是一个悲剧 科学家很少登高而乎 来干预社会政治 所以中国的科学家成不了气候 在这一点上 我从整体上 不是对哪个具体科学家 我对整体上的中国科学家 所表示的尊重程度是较低的 对吧 我们既举不出前苏联的某些大科学家 那种被社会政治正义的高度关注和热切关怀 以及强力干预 更找不出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们 如果在科学良心之下 不断的艰苦探索 寻求科学突破技术 则学突破 所以科学家们 技术专家们 我们在做的准科学家和准技术专家 要对哲学表示敬重 那么换一个视角来看 人为学家是不是就要变成科盲呢 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就很悲剧 一元一时发生都不会结 然后一买个社会科学书 一看有数学我就不买了 人家一请我来讲演 或者一请我来讲课 我只有唯一一个要求 只要不是有数学的 我都可以讲 知识残废到这样的状态 简直是悲壮 我在国外访问的时候 有一个访友 特别让我感到刺激 就可以看到发达国家 知发达在科学研究上 两种话语相互沟通的 这样一种突破性的状态 那个访友本科是学东亚语文系 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 中文讲得溜溜顺 就相当于我们学我们的中文系 外文系一样的 对吧 本科毕业他申请PhD Program PhD项目 大家猜猜他读什么 读数学 我当机眼睛登直了 我说你现在还能去读数学博士 你现在只会讲话了 就跟我差不多了 你见到那个算式演算 你还居然有感觉 哇那个一米九的美国 很诚恳的告诉我 他说那简直 数字的美感对我来说 比东亚语文还更有吸引力 当机我晕倒 哎呀你看这样一种 教育制度的安排 是科技话语跟人文话语 不是成为两种文化 像斯洛认为的 他这两种话语 只付出一种整体的现代文化 对吧 所以人文学在美国啊 你比如说二世纪 堪称最伟大的政治学家之一 哈佛大学的教授 罗尔斯 已经跟罗尔斯辩论成为 二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学家之一的 诺奇科教授 他们俩都在一个系 所以哈佛大学这才是世界一流 因为随时都在一条小金上 你都碰见世界最知名的人物 是吧 我们中国是世界一流大学 你在北京大学情况下 晃老半天也碰到一个 最多是在院子里知名的 是吧 一出来大家都不知道是谁 这两个人都是哈佛大学 最顶级的教授 叫做大学教授 因为哈佛大学的教授分四个城市 一个就是一般的professor 一个是有title的professor 一个是college professor 最高顶级的就全校 很多院系都可以上课的 叫universe professor 大学教授 他们两人都是大学教授 这两个人所写的名著 一本被称为创造了罗尔斯产业 就一本书啊 各个航道人都跑去研究 包括数学家都去研究 他研究分配正义嘛 分配的问题是个复杂的数学计算嘛 所以数学家也去研究 正义论这本书 里头有非常绵密的数学推导 和各种曲线勾画 哎呀 我每每一看到这里来 我眼睛都登直了 找人来跟我讲一讲 终于明白了 大概隔几周又忘了 为什么 数学基础太差 所以为什么人文社会科学 也没有令世界各国学者 尊重的伟大作品 我们对自然世界 和对数字世界的掌握能力 观察能力 进入能力 人文社会科学家 能力也非常灿弱 所以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的社会科学家 也无能真正说明社会现象 社会规律 也无能提供给我们 解释社会现象 解释社会规律 最可靠的知识基础 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个悲剧 而尽管我们刚才举到了 哈佛大学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 亨定顿 MIT的这样一个教授 对他的数学推导 认真演算 都是错的 大家很轻蔑地在那里笑了一通 但是按照社会科学的逻辑来说 社会科学的统计方法来说 也许它就是正确的 因为社会统计和一般的 自然科学的数学统计 是不一样的 它要求的数学的严肃性 稍微要降低一点 当然不违背数学常识 他说要求的对自然线的解释 不是对自然规律 而是对社会规律 所以这样一个可变成 模糊性的因素 引进的更多 仅仅按照一个数学家的数学演算 来检验社会科学逻辑是不够的 我们刚才举到的是有严肃要求 所以它是正确的 而现在我们是强调 一个社会科学的引进数学手段 来对知识进行客观处理的重要性的时候 我们也强调 西方重要的政治科学家 经济学家 来自法律科学家 他们的成果足以令人尊重 你比如说 对现代世界进行定量化分析 最重要的法国社会家 土耳干 他写的自杀论 写的社会分工论 都由于当时整个最近调研 而进行的统计分析 而不是感觉 像中国人 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 哇 说得我一眼耸听 搞得大家都不是说错了 把温家宝总理都吓了一跳 哇 三龙问题这么严重啊 三龙问题究竟严重了什么 第一步请问我们有多少社会科学学者 认真去做过统计调查和分析研究 很少 不是没有 基本上是通过简单的一个村落 简单的一个局部观察 他们就得出结论了 而且这样一个结论特别的文言耸听 这是社会科学家的不幸 所以这样一个意义上 我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与科学话语技术话语的沟通 他们的互补 是要为科学家提供一个宏观的哲学观察事业 使得我们的科学家具有更深厚的人文底蕴 具有更敏锐的问题穿透能力 具有更巧妙的和能够变幻的观察手段 具有更灵性而更灵活的分析工具 中国的科学家们一认死理 他就走不回来了 所以中国的科学家很难终身研究科学 而到中年几乎就要背叛 背叛科学而成为社会贤杂 理由就在于什么地方 哲学修养给他们提供的深厚观察基础 和变化多端的研究方法是不足的 所以正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讲 我们的哲学的修养人文的修养 如何可以提供给科学家们一个更深厚的穿透能力 和更多样的研究方法 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而这一点上 现代科学的一部发展史和现代技术的一部 累进史都告诉我们 科学家们的人文修养 社会科学修养 是使科学的研究本身 累进的三个必备条件 能够得到改善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一 科学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无国界 可以无负担 可以无政治压力 来自然的研究自然世界 第二 科学家们如何可以在一个研究科学的科学共同体的情况下 形成新的科学范式 第三 科学家们如何可以在深厚的人文修养上 来深刻的阐释科学的基本精神 来为科学提供深厚的社会心理土壤 这三个问题的提出 都使得科学家们要对人文社会科学 抱有一种骑马的尊敬 反过来我们说人文社会科学家 要给科学家们抱有敬意 这个是不一样的哦 还是科学话语占有主导地位 因为现在是一个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 我们对科学家的敬意 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在国外也是如此 那科学家们不要蔑视人文科学 你要尊重 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哦 就大家心里在亲密 这个家伙又在这里打不乱说 啊山啊啊海啊啊水啊你真绿 你们要说这种情感说法就没有意义 情感的说法是有意义的 转面过来说 人文科学家对科学也得要有敬意 因为你对一个社会现象 乃至于个人人生状态 进行具有客观性知识支持的说明 可以与他人对话的共同平台 因此他不可能获得一种知识的尊严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说真正人文社会科学要有知识的尊严 要相互可以沟通的知识平台 他们对科学所怀抱的敬意 是他们的阐述方法 他们的研究方法 他们的研究目的 都可以与行内学者相互沟通 注意很多人文科学家在行内学者都没办法沟通 因为他只管书情 就人文社会尤其是文学 一书情情来的不得了 是吧 那么书完情之后 我如何跟你沟通 我们要有一个对话的契机 要有一个对话的空间 要营造一个对话的平台 我们如何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契机空间和平台呢 起码人文社会科学家应该明白 你讲出来的东西我要能够懂 其实说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要求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那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家 必须要习惯于像科学专家和技术专家们那样 建构起一个在他们的知识共同体的语言里头 一个可以互相对话的语言系统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中国的魏晋文人 无法跟晚清的文字学家们对话 而中国的哲学家们没有办法 跟美国的经验主义的哲学家们对话 而德国的思辩哲学一看中国 你的思维水平又不高 像黑格尔说的 我们的思维水平是在哲学前世 那么中国人很愤怒 黑格尔写哲学是讲演录 根本不写中国 他中国这个思维是原始思维 在哲学历史之前 Tree history of philosophy 哲学前世 哲学的历史一开始 就人们有成熟的思维习惯 和通融的表 通约的表达能力 他中国人没有 你说道家表达的哲学也是 于众有四大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 说得很顺流 他怎么给我们证明呢 为什么愚重只有四大 为什么没有五大 为什么人一定要法地 地一定要法天 天一定要法 道一定要法自然 他都不给证明 所以这第一句话 就把二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 之一海德格尔给读云乎了 海德格尔德国诗变哲学的典范 就是抒情哲学 他也是典范 他都允范了 所以这句话拿到美国英国这样的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的国家 那就更允范了 所以只好把它命名为东方神秘主义 但即使这样 科学家们在哲学上懂一点神秘主义也无妨 七十年代理论物理学的最重大进展就是发现了基本粒子夸克 日本著名的物理学家 毛泽东跟基本粒子物理学有什么联系啊 毛泽东物理学肯定是个傻瓜 是吧 因为他是文科特别厉害 像我们这种一样的物理学肯定是傻瓜 是吧 但是毛泽东提出了毛泽内一分为二的理论 或者中国传统数学里头所讲的 一尺之锤 日取其半 万事不解 使得唐川秀树大受启发 他认为基本粒子绝对是可分 只不过因为现代观察的仪器设备受到限制 可分而不可见 所以他认为原来的基本粒子根本就不是基本的 还可以分 就用这个顽强的做实验 果然发现了更基本的粒子物理 所以从这一点看 这个东西东方神秘主义它也是有用的 但它运用来研究科学问题 做一种指导思想 做一种方法转换 做一种事业调整 所以这个意义上我们证明了一个基本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科学技术话语跟人文话语 需要对话 需要相互尊重 需要互通建构 在这样一个情形下 人文科学有了客观性的支持 而科学话语有了一种神秘主义和哲学穿透力的支持 使得科学的研究更有突破性 而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更有可靠性 这个突破性和可靠性两个端点的指向 使得人文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专家们 必须要在最低限度上携起手来 什么叫最低限度携起手来 就是这个很勉强 两个人谈恋爱 粗粗的手一拿手就这种紧张感 但是这个手是必须要拉的 尝试着拉 然后再拉老一点 再亲切一点 再合而为一 这样科学话语 技术话语和人文话语 就共同构造成了 解释我们整体世界的一种现代文化 它不是两种文化 因为自然世界 社会世界和人自身的世界 不过是我们整体世界的三个组成部分 对吧 我们的人文科学解释社会世界 我们自然科学解释自然世界 我们的思维科学解释人自身 如果没有自然科学 以及技术科学 和社会人文社会科学 以及思维科学的携手 我们对我们整体世界的一个解释 是残缺不全的 而不是一种完备性的解释 我们要寻求一种 在现代世界上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的 完备性的文化解释 就要促使 科学技术话语 人文社会科学话语 和思维科学话语 携起手来 只有这样所锻造出来的现代文化 才能够对我们的整体世界 有一个完备解释 而不至于是整体世界 在我们的思维空间里 显得那么支离破碎 和残缺不全 到这里呢 我们就要讲第三个问题 那你说人文科学话语 和科学技术话语 怎么样携起手来呢 因为愿望是良好的 设计也是良好的 乃至于表述还略带幽默感 但是如何才可能携起手来 三个方面 第一 在理念世界上来讲 科学技术话语 人文科学话语 来自于思维科学话语 仅仅只是我们解释 世界某个局部话语 组成的 具有各自话语 特质的 一种具体心态 而不是完备心态 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无论是学习 或者研究 科学或技术 或者人文社会科学 或者思维科学的人 都必须在自己的研究态度上 抱有一种千功的姿态 没有哪一种 具体的科学话语 可以在其他的科学话语面前 怀抱一种傲慢的心理 一个科学专家和一个技术专家 如果是对于人文社会世界 和思维世界自身的理解 是偏瞎的 那这样的科学家是可怜的 我们看到 霍清本身丰富的生活世界 看见他如此浪漫的人生 幻想 我们就深切的同情 陈锦瑞 这位著名的数学家 对他的医生来说 也许他对科学的贡献令我们尊重 但是 他的科学研究状态 尤其是他的生活状态 绝对不是我们可以去模仿的对象 也是我们不应该模仿的对象 假设我们在现代世界的生活世界里头 一定要强调研究科学 就要像陈锦瑞那样 那只会吓跑很多 愿意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的有志知识 现代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在生活世界和研究领域有一种观念协调和能力协调 这需要我们一种千功的姿态 来面对自己所处的实际世界和面对自己独立能够进入的研究世界 这两个世界的协调 其实也就需要我们在科学技术 人文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之间 有一种贯通能力 当然这种贯通可以有高低层次的差异 那人人都有伟大的贯通 那都成了爱因斯坦 这个世界也太恐怖了 这个世界正因为有一个爱因斯坦 所以爱因斯坦是要尊重 而人民也以爱因斯坦作为学习榜样 去研究科学进哲学穿透 但今晚我们在最低层上 哪怕我们是一个学习科学技术的学生 我们的人文社会也要有一个修养 我们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 也要对自然世界的解释 有一个了解 说这样一个基本理念 不应当受到蔑视 不应该受到 我们来自于三个领域 或者两大领域 各自的学习者和研究者 相互的一种亲密 这第一个方面调整我们的理念 第二个方面要进行制度改进 这里的制度改进 尤其强调的第一个是国家的研究政策 一个国家抽象的重视人文社会科学 当然这是没有的 因为哪个国家的政府呢 都是急功近利的 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 可以马上带来生产力 而维持政府的统治地位 所以单纯的重视 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也是不对的 这是主要现象 在国家的研究政策布局上 也就是科学技术发展 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 公共政策的政策攻击上 要特别强调 自然科学研究 技术发明鼓励 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并行不备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在我们中国的科技政策上 通常认为是低成本而高收益 也许一个研究课题给你五万块钱 国家认为就搞定了 你不就是买几本书吗 这是非常荒谬的说法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社会问题 首先要有一种 能够养尊处优 独立观察社会的 这种生活优势 如果人文社会科学 没有一种贵族感 他们只能取焉复事 只能成为权威的奴仆 在这一点 我们不能理解 为什么美国的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来自于台湾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可以一百七十万美金的资助 来进行具体的研究工作 我好不容易拿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给了我六万人民币 他觉得多得不得了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因为理科的一拿到课题 哎呀我今天一不六成又拿了一百八十万 哎呀你说我们郁不郁闷 你现在我们生病科院的院长 又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问你的研究经费有多少 我出不过也就几百万吧 想到我也有几十万也还可以 哎呀我去了一不六成涨了两千多万 哎呀我当即不敢说话了 这是国家科技公共政策十条的表现 第二就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制度 这锻造我们科学技术专家和人文社会科学专家 基本思维基本思路研究套路和基本观念的最重要的教育空间 所以今天跟我们卫民书记一谈 我觉得我们工学院有这样的讲座很不简单 为什么 因为我另外觉得理工院校的人文教育是很可怕的 可怕的贫乏 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里头的自然科学技术学科的成分 几乎等于零 因为我们从高中开始就很荒谬的区分了文理科 我们在知识上就变成残缺不全的知识携带者 当我们以这样的知识携带方式到最后我们成为知识研究者的时候 我们也就变成残缺不全的 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一定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来修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哈佛大学这样的学校为什么雄居西方大学榜第一位 就在于哈佛大学的文理学院 要注意他的学院哈佛高里奇 找本科生的叫文理学院 是吧 Art and Sciences 他是连在一起 这样的教育里头 他使得受人文教育的学生 不会偏废掉理工 而受理工教育的学生 不知道偏废掉人文 因此才可能出现 我刚才举到的那个事件 一个本科学语文的学生 可以在读博士的时候去学数学 而我们也都知道 在这样的一个俄罗斯原有的教育背景下 不是苏联啊 苏联就搞变味了 我们现在学书联就糟糕到了极点 俄罗斯的教育 俄罗斯的伟大的学家 明科夫士纪 明科夫士纪三十二岁才开始学数学 成为伟大的数学家 对我们来说简直就非以所思 所以我们的教育制度从根底上出了毛病 要做重大的结构性的改革 没有这样的改革 我们的科学技术专家 不会有哲学的穿透理和深厚的人文修养 杨振林的悲剧和顾炳林的悲剧 就会一再上演 对吧 而如果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和学者 不去努力的修习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知识 那就会像我这样的知识残废 一远一指方程都解不出来了 对吧 第三 那就是我们整个科学研究的共同体习性 要做根本的改变 这种习性就在于 人文科学的科学共同体和自然科学的共同体 它们之间要有一个制度性的沟通机制 和一个相互尊重的研究习性的建立 而不能有互相蔑视 互相侵视 互相瞧不起的这样一种心理状态 不建立起这样一种科学共同体的生活习性 我们是没有办法使我们的研究能够相互接通 使我们的研究能够有一个相互打通技术上的 互相提供穿透力和研究工具的可能性 除开这样一个三个手段的共同采取 哪一方面滋滋结结的修习 像我们今天所讲到的提倡功课学生 有加强人文修养 提倡人文科学学生 修习理科课程 这都是没有效果的 也许只有当自然科学的话语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 能够既在理念上又在制度建制安排上 更在科学研究共同体的这个习性锻造上 有一个根本改进的时候 也许我们才能够期待 面对现代世界进行完备解释的科学技术 人文社会科学的完备整体文化 才可能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就是我们的期待 我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各位 听大家的掌声就听得出来 今天的讲座是多么精彩 下面是我们大家的互动时间 首先向教授提问 这几个问题都是通过短信互动 我们来接受到的问题 教授 请问您 作为一个人文科学家 怎样使国家领导人重视人文科学 要知道你们很多时候是不能说真话的 即使说了也可能到不了他们的耳朵里 这个可以 是大家学理工科 还不太了解中国的进展 起码我感觉到 我1978年进大学 尤其到1989年正式留在中山大学 做教师 我也做过德语课的教师 我起码保证一个底线 我不说假话 但不能保证我每一句都说真话 因为这个是很简单的 因为每一句说真话就会很伤害人 对吧 因为有时候真话是不必要的 对不对 善意的假话 有时候是必要的 当然现在呢 确实是你看到一个真实的问题 就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 如果真的要点到要害说出问题呢 必须要有婉转的语言表达技巧 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困难 因为长期以来呢 我们习惯了一种中国人隐晦的表达 尤其中国的政治生活呢 比较紧张 隐晦的表达呢 有时候是不得已的选择 但我们逐渐改进它 如果我们守住不说假话的底线 逐渐说真话的勇气 就会越来越强 那你就能说真话了 那中央领导不一定都听了假话 你像关于农民有组织反抗这一话 也许我们觉得是很爆炸性的吧 那中国社会科学农村研究所的研究员 在集成社会做了调查 写了这篇文章 高层很震动 最初本来要处理它 结果这个东西传到了胡锦涛总书记那里 三次约他单独谈话 所以去年才痛下决心 五年给农民免税 因为任何一个愿意长期维持统治的统治者和统治集团 都愿意了解集成社会的真实情况 我们现在尽管信息不是很畅达 但并不表现他们不愿意了解 既然双方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那逐渐我们在制度建制上去寻求改进 也许呢我们说真话会更畅快一点 而被接受的可能性更强一点 我们也逐渐能够期待 在大学里怎么样研究政治 然后我们出身社会就怎么样领导政治 就像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赖斯 一出去当官就做了国家安全事务主理 再一当官就做了国务卿 而此前已经有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基辛格 一出来做也做了国家安全事务主理 然后就做了国务卿 我们当然还不能期望到这种程度 因为今天我们研究人为社会科学呢 基本上去当官 哪怕你到一个县里当个局长 那个县委书记都可以训斥你这个教授 哎呀你太书呆子气了 书呆子气有什么不好的 中国人就是书卷气太少 所以当官都很粗暴 好好好 谢谢 中国语言国大精深不仅仅是两种话语 有真话有假话还有第三种话语 希望大家多说真话 但也要灵活运用第三种话语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 您在这次讲过中说到 长期沉溺于社会事务的科学家 您称为是混混 陈景瑞又生活在他的数学思想中 您又说这是可悲的 究竟怎样才是合理的科学家的生活状态 他们的 他们完美的中间地带是什么 那这个是很容易说的 但是很难做到的 第一当你研究科学问题的时候 你完全沉浸在自然世界之中 而不能自拔 这一点沉浸中的研究素质可以借鉴 但是当你面对人生生活状态的时候 你要有一种能力 面对你自己的生活世界 来调整你的生活空间 该恋爱的时候恋爱 该生育的时候生育 该旅游的时候旅游 该放松的时候一定要放松 那当社会不太正义的时候 你一定要正臂高呼 来干预公共政策和社会正义 是吧 说是很容易的 我说完了 这就是理想的中间生活状态 但是你要做到是很困难的 在座的未来的科学家们 今天我们听到了 希望明天我们做到 下面又到了我们 让同学的问答时间 每位同学有问题 欢迎大家提问 这边 您教授你好 就是你刚刚提到 那种理工类的学生的话 他这个文科的素养 这个教育太少了 但是我们大学实际的状况 的话你看我们要修养 马金马则 然后实际上大学修养 实际上已经占据了 我们大部分的课程 难道这些课程 不是属于人文素养的一部分吗 谢谢 你这个问题提的太尖端 据说 因为教育部是没有权利决定 把马尼克和两克 太多的课程加以合并 这个课程要中央政治局讨论 在中国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事情 和政治表态 所以方面我感觉到 你提的这个问题让我为难 但另一方面我不回答 师傅我又显得很啰嗦 所以我尝试做一个回答 我觉得确实我们的政治课 占的时间太多 尤其业务课老师 对这一点是非常愤怒 几乎一年级不能认真学习知识 据说现在中央书记处 对这个问题也觉得是个问题 因为为什么政治课教的越多 马家卷越是出签 这个问题是 0304年最使胡锦涛总书记 感到苦恼的问题 所以近期传出消息说 不是说是真是假 传出消息说 准备对大学政治课进行改革 不然有哪一个领导人 提出什么鬼主义 马上我们就来上一门课 这是非常荒谬的 你这个提个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 那个人提个两师就两师 然后再提个先进性 后来先进性教育 这个我直率的表态 是荒谬的 对吧 应该在大学里头强调 公民教育 不应该太过强调政治控制 这里头实际上 现在教育主管部门 也达成了共识 但是千一法而动全身 调整一定要有个政策转变过程 那我们就等着吧 听了任老师的话 大家心头为之一阵 但是希望下个星期 依然要考考论 这个同学继续认真备考 还有哪位同学讲提问 好 这问题 任教授 您好 请问 这次当广州 在高考的 有点青史中 都很健壮 你有什么看法呢 还有你对我们 国内的 中学和小学 教育 基督有什么看法呢 谢谢 谢谢你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 我要把高等教育 中初等教育 一锅足 这非常困难 对我们这样一个全民动员的高考 我是觉得很有问题的 因为我是文革后第一次恢复全国高考进入大学的 因为77级是各省分考 到1978年的全国统一高考 一直到今年的全国统一高考进行了27年 这是一个成本耗费巨大 而收益并不令人鼓舞的高考制度安排 对吧 确实动员了太多的资源 而且也表明了 我们的教育招生制度 确确实实有很多毛病 不得不用一个国家考试来替代 有各个高校自己分属进行的考试 而是高中会考 一直高中联考 不可能有一个考试权威性 而之后一定有一个高等教育的儒学考试 这种制度安排呢 确实大约经历三十年的时间了 我觉得是要到改进的时候 是吧 第二个的确实我们的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 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我们的中学教育 小学教育和大学本科教育都很成功 就是我们的研究生教育 博士教育不太成功 所以跟美国就有了差距 这个说法是很成问题 我们一切教育的弊端和一切教育的优势 都来自于我们的中小学 而中小学教育的弊端 最明显的显现就是把我们教的太乖 而只能应付考试 而没有比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我们在路上还讨论到这个问题 接我到广工来的时候 就说在牛美的学生里头能力怎么样 我说很低 那么创新能力怎么样 很低 这不是说我们自己贬低自己 确实从大陆出去的学生呢 做乖乖仔和做乖乖女 认真听课 认真做笔记 然后认真做作业 这一点上是哪个国家的学生都赶不上 但是中国的学生很奇怪 就在认真做事的时候 他就在筹划如何去玩 在玩的时候他就想到 哎呀这个作业没有做完 我是非常欣赏美国学生的那种生活状态 在做事的时候 搏命的做事 根本不要想到玩 在玩的时候 搏命的玩 不要想到任何事情 是吧 这样教育出来的人 他比较就有创新能力 确实我们的教育体制有问题 我们的教育以前是作为一种控制机构 而不是作为一种真正的知识传播 和知识创造的机构 包括我们现在的大学 也主要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是吧 这个我在我们中山大学教育制度审查的时候 因为我是我们中山大学行政制度审查委员会的专家组成员 我得让我们的学生所处长给我解释一下 你怎么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是吧 所以我们的处长非常愤怒 平常看来还是很有觉悟的 你怎么提出这样的 没水平的问题 我实际上因为这些 虚幻的目标是不可能在教育里头兑现的 所以我们把教育卡得太紧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当然不敢以真名发表了 这里可以说一说 叫做学术贫困学者自律 与警察意思 所以我们教师和管理人员都首先制作警察 然后又做学生警察 把大学控制的太死 把中小学也控制的太死 如果这样没一个根本的反省 什么21世纪是中国世界 那不过是中国人五千年虚幻的自我鼓舞的现代版本 是 我们要沉痛的反省 谢谢你的问题 刚才袁老师说的那天文章 大家知道的最好 千万不要说出去 是袁老师写的 但是你是查不到的 还有哪位同学要提问 我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刚才您所说的一些事情 您一些问题 都统定了 或者是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 那您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在改革我们教育制度 或者是推进两种文化的教育 方面您现在已经做出了什么样的成果了 或者是您现在即使没有做什么成果 然后原谅我 在以后的工作中 您将会做出什么样的成果 谢谢 好 谢谢 问题很好 对我个人很有挑战性 首先我要声明一下 我没有否定我们的教育制度 而只是在反省我们教育制度 现有的一些不足 对吧 局部的批评和不足的指出 不等于是否定整个制度 这个我们要做一个区分 因为否则这个帽子又戴上来 我今天晚上就政治上不正确了 我政治上历来是很正确的 第二个就是我自己在做的研究里头 确实因为我受教育的背景 我只能做政治哲学 我做不了Politic Science 我做的是Politic Philosophy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就我的研究领域里头 我不能够对两种话语的接通 有一种实际的研究贡献 但是呢 我有一种姿态的贡献 那就是我愿意呼吁 两种文化相互尊重 对吧 再一个呢 我自己做大学研究呢 我已经做了大概七八年 我写再写一本书 当然大家也没写完 因为它是我的业余产品 在网上呢 可能大家能够搜索到一些东西 包括纪念北大北年 我写的主义的大学和大学的主义 这个在网上流传是非常广的 大家一进这个中搜 或者进Yahoo 都能收到这篇文章 那我在写一本书叫 转型社会的大学理念 本来秦文明书记 给我说了这两天 我这两天正在给人民大学学报 赶一篇文章 也叫创新文化事业中的大学改革 他约写的 但是因为前述讲 我们工学院有这个讲座 我觉得还是应该来表个姿态 所以我就放下我手头的工作 本来要求我10号交稿 明天我要出差到合肥 本来是完不成了 但是我也还是来了 这都是一个姿态 就具体的沟通两种文化呢 不是一个个人能够就做到的 需要我们整个 从事科学和技术研究发明的 和人文社会研究的人 这两个群体来共同努力 我做不到的 但是心向往迟 对吧 这就是我的又一个姿态性的回答 谢谢 那边的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先给那边的同学吧 那后面有一位同学 因为这两边的同学都有发言 杨森你好 杨森你好 就是我们学那种文科学嘛 我们也学了学校也教了 不过我们学的很可能是其实真的学 然后呢有个线上就是学后我们就有个十本考试 然后我们也学会个十本的高学分 因为不拿的话要交钱重修 然后拿到学分之后呢就会好几遥了 两次也被破裂了 这种现象你觉得你不严重 那我有两个字回答你哦 严重 然后的话 如果这种现象不怎么夸当的话 我们学校方面应该是假的 我们学校应该是没有学 好你提的问题很好啊 这个切中中古教育制度的一个基本弊病 当然要强调呢 改改变这个弊病呢 不是学生自己和一个学校就能做的 是吧 因为一个教育制度呢 它是制约整个大学来自于中小学教育 是吧 它对学生的学习方式 学习积极性的影响 也是比较负面的 因为现在中国的大学呢 确实在教育资源非常短缺的情况下 是很难在考试之外 去寻求一种素质教育 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知识的积极性 是吧 它只有通过一种残酷的自然淘汰 才是可能的 而那边像我这样的人 我三四岁以前我都没有安心学问 是吧 我的导师一见着 我都是训我的 任天涛一看你这个样子 屁股都是尖的 哎呀 训得我自尊心都没了 在我做教授以前 我的师兄们都认为 任天涛你这人不适合做学问 十处打罗九处在 你十够一去从政 是吧 精力又旺盛 什么事情都想干 哎呀 一旦我做了教授 做了博导 然后有点社会影响之后 他们觉得 哎呀 任天涛统治这样一个人 做学问也是不错的 所以我把它称为了自然淘汰 这是比较残酷的 因为这是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呢 我们确实先天不足 后天是条 因为我们早期受到的中小学教育呢 完全是残废的 我整个中学教育 我为什么不敢学理科呢 因为我就讲 我学生物就只说了 把一个枝头剪断 割一个口 把一个数字查进去 用塑料袋缠住 这个叫嫁青 所以现代成物科学 我一点都不懂 是吧 但确实它对学习的积极性 打击很大 我们现在需要通过一种数字教育呢 从你们很年轻了 从大一开始 有一种积极性的一种倡计 我相信我们工学院 工业大学啊 有这样的一种讲座设计 这种思维刺激 它就是一种 刺激大家知识学习的一种举措 中国大学呢 逐渐朝好的方向在改革 因为我们糟糕的 1952年院系调整呢 现在基本上受到全盘否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拒绝了 1949年前的美式教育 现在证明美式教育是最成功的 是吧 因为它既提到传播知识 又提倡研究知识 还提倡社会服务 就培养职业人才 对吧 但是我们学的是 1917年之后的舒适教育 第一个意识形态控制 特别强烈 第二呢 就是分门别类的教育 相互格力的知识传授 特别严重 这很打击学生的学习机器性 而动手的力量特别低 那么现在基本上我们呢 要进行改革 所以最近几年大学研究呢 是非常热烈的 当然这是从制度安排上的改进来说的 但另一方面呢 就是一种大学制度再有严重的弊病 大家要搞清楚 作为学生自己你要对自己负责 你没得说 教育制度很糟糕 这个教师讲课讲得很差 我就不想听 然后我就没学好 这是没道理的 你叫自暴自弃 哪怕一个大学的教师超级蠢货 是吧 哪怕你的同学超级笨蛋 超级的不努力 但你超级努力是可以的 像我早年这个考一个学校 那我考的很差的 四川的一个蓝冲师范学院 大家可能没听说过的 是吧 现在我们中央大学一招生 动作一坐着一勤 我一坐院长 跟那一副院长 很多都是名牌大学出来 甚至海外留学回来的 我那招聘的 我去年招聘的 芝加哥大学博士 尼泊拉斯加大学博士 竹波大学博士 说话都很气粗 这个普通道学我们不要要 数字太差了 我心里也想 我这个普通学来的学生 也不比你们差嘛 但是我也没有勇气讲出来 确实我去年12月份 回到我原来的母校 就能讲 学现在改名叫 西华师范大学 改了一个比较大的名头 是吧 我们那个学校 确实初来的学生 是比较少的 像我这样 在殖民高校任教的教授 只有那么三两个 我们一个年纪是一百个人 当时算比较多的 就这种学校 容易使得人们放松 当然我们广工 是一个很不错的学校 尤其在广州 这样一个好的平台上 大家本来有发展空间 你千万不要 以这种理由呢 就放弃努力 对吧 只要你努力 那是可以 做出很令人惊异的成绩来的 千万不要 把自己把自己的 学术积极性 学习积极性 率先把它严格掉了 那是不行的 谢谢 同学们 大家的革命上会成功 大家忍需独立 那就是同学 奇怪没有一个女同学提问的 下次给一个请问 员教授你好 我想今天晚上 我们听到学习 演奏 有一种感觉 就是 我觉得 造成我们 现在有 这个比公学校 严分素养 我们很多学习 同学 偏离这个方向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我们必须面对 很多同学 很多人都认为 必须面对着一种社会的现实性 因为社会上 你研本方面 开展的职业 就业空间 相对来说 比较了 狭长 所以说 在我高中的时候 剪职业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 都 搞定了 这种问题 啊 报完科 流出了 很麻烦 找不着 很难 面对一个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不现在 我们在追求和谐 社会的今天 在这个就业这个方面 需要调 我觉得应该需要调整一下 才能够 在寻求两种话语之间 共同的结于一种文化的基础 所以说 在今天我想 为的问题就是 从社会现实的 这个 从刚才我所说的 这个社会现实的角度来说 这两种方式 根本是转变方式 你的问题也很大 但是也很重要 转变方式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讲演最后 已经提出了 三个方案 理念转变 制度改革 形成新的科学研究 那我回溯一下 算是对你的回答 但是就一个 就业政策来讲 确实现在对我们 有一种严重的影响 因为无论怎么样 我们首先要萌生 然后才能追求发展 这是一个人生规划的 不得已的两步 对吧 毫不疑问 我们说对社会氛围影响来讲 我们要受它的左右 但另一方面 我始终强调 个人要一种坚定的人生发展信念 像我自己 我不是说自我表扬 但是我们这一批 这一点上会被各位 比各位要坚定一点 因为我一大学比译 我就分到一间中学 教这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是吧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 大学生非常少啊 是吧 分到中学去是比较悲壮的 尽管我是师范学院的 因为我的很多同学 是不分到中学的 然后我的学生又对我 因为小孩嘛 也不太懂事 是吧 然后我教育他们要努力 他反应过来 你那么冷干 为什么不去教大学呢 所以我那个时候 发誓我一定要到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去教大学 对吧 所以这个就业的选择 使我 你们说我这样的人 实际上是考研的失败者 我考研我都考了三次 所以我在大学毕业 工作了五年的时候 我在考上研究生 对吧 但是 我比我的同学呢 在人生发展上也晚了五年 我来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的大学同学啊 就开始给我上课了 那是比较尴尬的事情 是吧 但是后来我还是发狠的 是吧 努力啊 结果我提教授的时候 做我老师的同学 还刚刚提副教授 我要做教授 所以只要你自己努力 我相信 有一条道理 还是说得很明白 是吧 功夫不负有心 是吧 除非你自己本来 你就不是很顽强 自信力又很差 是吧 然后呢 社会一左右 你就随波逐流 哎呀 死败了 社会就这样 我没有办法 那我只能说 活该你死败 谢谢林教授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提问就到这里 那最后一个 那给女同学提这个问题 那给女同学 有了 人家说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们像我们理工科学生 之所以学责理工科 有一个不同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对 两个学科的兴趣 那么就是请问你 如何激发我们理工科学生 学习的文学科的这种兴趣 谢谢 哎呦 这个是个现场考验 谢谢你的问题 这依赖几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个呢 就是激发兴趣的社会氛围够不够 在一个民族气氛的 比较浓的社会氛围里头呢 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是具有一种天性的 但是我们现在这种天性呢 受到一定的压制 所以你不感兴趣呢 也可以理解 因为政治呢 众所纷纭 所以我曾经非常郁闷 走在中大的这个校道上 在九月份学生报到的时候 给家长指路 他就看 哎呀这个人比较热情啊 这个时间 这个时代比较少 那就很热情地问我两句 哎你学什么的 我学哲学的 哦 你就学政治的 哎我说哲学不是政治 哎差不多 那我最后就 哎那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 现在更让我郁闷的时候 一进来我给学生加热情说 你研究什么的 我说我研究政治学 哦你搞政治的呀 我说我不搞政治 我研究政治学 哦政治学不就是政治吗 在这种氛围里头呢 你确实是比较打击理工科的学生 来了解人物社会科学 因为中国人对政治 有种本能的反感 但是关于政治的学问 和关于人生的学问 你不要先天性的反感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 要有规定 在规定里头呢 依赖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呢 是教师的能力 因为我们现在大学的教师呢 没有一个筛选制度 和淘汰制度 对吧 所以呢 良修不起 水平高低呢 很称痴 很多大学教师呢 像练经一般的上课 这很糟糕的 我自认为我是得意语 师范学院的训练和 研究生读之前 我五年的教师工作经历 所以一般我自信我的教学 是可以有现场反应能力的 但是相当多的大学教师呢 就平铺直去像练经一样的 你就是再有稿网的兴趣 听五分钟 你就只想睡觉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方面的依赖于呢 就是我们的知识建构 因为我们现在呢 确实我们的大学教材 写的是很差劲的 大学教师项链经 大学教材都是教条 都要你背 我二十二岁的时候 我就调到了这个电视大学 我二十岁大学毕业 工作两年 我调到电视大学 教的人都是四十多岁的 我一个上午四节课 八点讲到十二点讲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我从来一个字不看 我那人很惊奇 就问你凭什么 我说马克思主义哲学 太简单了 一句话我可以背完 我一个学习围绕这几句话 我就翻来覆去的讲 所以四个小时怕什么 我一个学习四十节课 我都不用看 无第一性 意识第二性 无决定意识 意识有反对意识 可以认识 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 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规律是可以利用的 利用就可以有轮动性的 等等等等 如果背下来 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 这一套又来了 我一句话我就背完了 我说这个东西 我就一句来分析 不就行了 对吧 所以我们教材 也是非常僵化的 所以我在为这个学院 做院长 我是强调 写教材 不能当做深等的根据 你来评教授 你说我出了一本教材 狗屎不认你 是吧 你写一本教材算什么 是吧 在我这里 我是比较霸道的 而且不行 我们中山大学的人事改革规定 我这里我是特别强的 你不行 你就给我辞职 不辞职 有两夫妇 这一个是辞职 另外一个不辞职 不辞职 这个月聘请两年 到起 对不起 我不聘你 学校要解决 你就到人才交流中心去 那这样一种淘汰机制 逐渐的兴起来 会使我们的教材水平 教师水平有改进 对吧 目前国内的这种人事都改革 首先在推展 那可能会对兴趣培养的 有帮助 那么第三个 当然就是你个人的问题 是吧 你个人确确实实呢 对知识不要有种排斥态度 因为我们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 对我们的知识教育了 我们太深刻的受到了 教师的人格魅力的影响 对吧 哪一个人教书 教的有兴趣 教的好一点 我们就偏科 我们就学他那个 这是很糟糕的 对吧 也许美式教育呢 这一点上值得借鉴 是吧 我在哈佛国际学校 惊奇的听说 小学教师对学生的奖励 就是什么 免你的作业 哇 中国家长很愤怒 是吧 你以为我开小赵吗 你怎么把他作业都免了 这不越学越蠢 其实免掉作业 会培养他的兴趣 我们从小呢 是以知识压制兴趣 这是很糟糕的 对吧 所以我们一副考试 认识很强 但是我们研究知识 和创新知识的兴趣 没了 所以我们最可怕的 就是大学一毕业 我们没有好奇心呢 对吧 学生一定要有好奇心 要保持自己那口 纯真的 同志之心 儿童话上 你说好奇心一定要有 所以到我现在呢 我的很多同龄的教师 就觉得奇怪 你任年头40多岁了 你一副讲课蹦蹦跳 来干啥 你喝苦呢 我说我没办法 我形成了这样的心理状态 和这样的职业习性 我相信这种状态 对学生和我在学生那里 吸收他们的想法 都会有帮助 对吧 大学里的教师和学生 一定是互动嘛 弟子不必不入诗 诗不必强于弟子 大概是相互学习的过程 这样激发兴趣 对吧 所以这些多元的因素 加起来 可能呢 就会大学的学习状态 有个改进 好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各位 所以一位女同学 来问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同意重量所归 到这里 我们的讲座可以圆满结束了 最后 我请代表学大讲堂 所有工作人员 感谢各位校领导 与老师 一个学期来对我们的支持 更加感谢同学们的参与 学大讲堂 下期继续 您继续相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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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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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